高雄一名33岁潘信男子 上班途中 汽车行进三名区的大顺路和顺路口 正在停等红灯时 遭到了莫名人士 拿空气枪射击BB弹 造成了他的左肩还有手掌 总共有6处伤口 而且他的同事说 公司有其他人 疑似遭到了相同手法攻击 警方不排除是同一人所为 已经掉阅监视器 全力追弃 穿着背心的男子肩膀 附近留下好几处红红伤口 里面还带点淤青 但这可不是被虫咬 或是被蚊子叮 而是骑车时 突然遭人持空气枪 射击BB弹 整起事件就发生在高雄 潘信男子骑车上班途中 新京大顺和顺路口 停等红灯时 突然遭到不明物体攻击 其出男子不以为意 结果到了公司 一照镜子 却发现 肩膀有5处明显伤口 他认为事情不单纯 赶紧报警处理 警方货报道场 果真在现场发现 好几个遗留的BB弹 我们的研判应该也是同一位 因为现场吃货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是一样的塑胶BB弹 判断是从车上射击出来的 全案由警方积极侦办 也已经有锁定特定的车辆积极追查 受男子的同事也表示几天前疑似也遭人持空气枪射击 警方不排除是同一人所为 至于双方是否熟视 或是有任何纠纷 还是单纯好玩 目前警方已经全力气凶 厘清真相 并且要让他为自己伤人的行为 付出代价 记得超志远高雄报道